有了这个实例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建模 第二步我们就是建模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关掉 建模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model.gs 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肯定要是把这个 C-Class给引入进来 然后第二步就是 我们把那个我们刚刚 创建的这个实例给引入进来 就刚刚创建的这个 给引入进来 我们确认一下它是不是model.xpulse 这是有对吧 好然后呢我们要创建一个模型 创建模型呢比如说 我们就参考现在的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blocks和有users 这两个数据表对吧 那我们就先创建一个users 的一个模型 让它对应到这个users这个数据表中 OK对吧插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试着建一下 创建user模型 好我们就先定一个user的一个变量 然后复制成 这个cycle就是它的实例对吧 我们之前定义的实例 然后就要define define这个呢 就是定一个模型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我们写 我们有什么名字叫user 然后后面加一些配置 这个user呢其实 比如说我们建完了这个模型之后 我们建完这个模型之后 我们最后肯定是要把 这个user给它输入出来的 就是model.xpulse 输入成user 好这个时候这个user输入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user去做一些查询的一些操作 以及查询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里面那个小写的这个user呢 它会做一个表的名字 那我们这儿虽然写的是user 但是呢我们如果同步完之后 它那个表的名字会是users 就是它会默认是有复数的形式 给你建表的名字 这个其实我觉得 也可以通过配置来 把这个复数形式给改掉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这儿是user 然后创建完表之后 因为表它是一个集合嘛 对吧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user 所以说它这个表的名字 它最终它会给你创建出users 这个表的名字 现在这个表是我们之前建的 后面我们会把这个表 都给覆盖掉 然后重新通过这个方式来创建 然后定完名字之后呢 我们就去进行每一列 对吧 每一列 比如说我们第一点应该是id 对吧 大家看这个料是第一列是id 这个id呢 是我们之前建表的时候 我们要手动创建 然后设置它为主建 设置模容不得为空 然后设置要自登 对吧 但是你要用sacralize 你这一步就省略了 对吧 id会自动创建 并设为主建 而且自增 设为主建 自增 这一步你就不用做 你就不用关心这个数据库 它那个技术上怎么操作 你只要关心你自己的要务容 你就可以了 然后那我们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users 这个表我们也记一下吧 表名是什么呢 表名是users 虽然我们这写的是users 但表名 数据表的名字 是users ok id不用管之后 我们就直接写users name 为了区分呢 我这儿users name 这个n写大写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n是小写 所以说我们等会儿 通过这个sacralize 来建案表之后 我们就可以区分出来 到底是我们之前建的 还是我们现在建的 对吧 当然按照我们的惯例格式 就是gs的编略命名 这个地方也应该是大型 好 users之后 users name 我们看一下 users name 首先要定一个类型 对吧 定一个类型 这个时候的类型 我们就不能写int了 对吧 不是int 我们之前数据库里面 是挖叉45 也就是说 我们随处45个四伏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肯定不能写 挖叉45了 对吧 我们要按照 sacralize的格式来写 sacralize推荐的格式 就是sacralize. sacralize. string 听见了是吧 这个string呢 它其实对应到数据库里面 它是什么的 它是 watcher255 等会我们创建完表之后 你可以看出来 Utername的这个type 就是类型 它会是 watcher255 也就是说 最多让你输入255成的字符 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用户名 我用不了255 就没必要 对吧 那这个地方 我改一下行不行 我觉得你是不用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sacralize推荐的string 类型就是255的长度 你就这么用就行了 你不用改成它默认 改完默认之后 你自己自定义 自定义完了之后 你还得跟别人去同步 对吧 别人还不一定知道 这个是又涉及到的 一个数据同步的问题 可能会增加一些 多人开发的时候 也够能成本 再一个原因 就是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我们现在的数据库 占用空间 硬盘 这已经不算什么成本了 很便宜 你就可就着用就行 对吧 只要保证程序开发简单 然而少出错 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 或同步的成本 或沟通的成本 要降低 要增加开发的效率 缩短开发的周期 只要能保证这一点 你的数据库里面 你多用一点字符 这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Walltower这个类型 它是可变长度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 写上255 最多可以输入255 但是你一遍 又后面你只输入 五个字符 它也不会非得占用 255的空间 它是数据库 是可以跟你算的 所以说 这儿虽然说是 255的这个Walltower的类型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意 它会占太多的空间 只要是能保证 我们开发程序 比较简单 这样就可以了 突然发现 写错了一个地方 好 改过来了 然后再写一个规则 FlowNine FlowNine就是说 我们判断 是不是允许为空 就是false 因为我们之前定义的 也是不能为空 对吧 然后 这就是Udaname Udaname其实这两个就行了 我们之前定义的也是这么两种 第一种是类型 第二种是不是为空 对吧 然后第二个字符 我们就写password password这个地方 就不用大写了 因为password本来就是一个单词 type 我们也写个string类型 就可以了 就不用管心那么多 然后AloneNine 我们就写一个password的平凝 也是不让为空的 然后Nickname type type也是string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Nickname的这个是不是为空 我们之前定的是 它可以为空 对吧 我们这儿就不管它 OK 那其实到这儿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user 这个表给定义出来了 好 定义完之后 我们又先 应该是再去创建 blog模型 对吧 那我们这儿也先稍微停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表 同步给数据库了 我们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成功 然后我们看一下数据库里 我们把这些没有的 这个sircuit 全部都给它删掉 留着快飞进 然后这个里面 它已经有了blogs表 已经有了users表 对吧 那我们执行同步的时候 数据库它会去主动覆盖us表 但是因为我们blogs表中 有一个外界的约束在里面 对吧 所以说为了不与它影响 我们就把这两个表给清空了 就完了 就drop table 就给它删掉就行了 反正里面也没什么重要信息 对吧 好 删掉之后 其实 就里面是数据会 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就等着我们通过sircuit 去调误数据表了 那我们接下来 model先放在这儿 我们先不管 我们先不往下写 其实blog完事之后 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外界关联 这我们都先不往下写 我们都先去做同步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sync.js 就是同步 好 同步怎么写呢 我们先把这个实例给引用过来 大家看什么地方都需要 用到这个实例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实例给单独 处理出来 对吧 这方面多个地方去使用 然后require这个model 就是把model给require进来 model里面虽然只定义了一个user 然后我们把user给输出出去 然后这儿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同步的时候 我要知道你有这个user 这个模型 我要创建这个user 这个表 要不然你这个model 写了什么 我这儿不去管它 那我同步的时候 我该同步什么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把之前测试的代码 拷费到这儿来 同步之前我们先测试连接 好 我们接下来就执行同步 用sync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有一个参数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foss foss就是强制的意思 对 foss等于true的话 就是说明 我们每次同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同步 要创建个user表 对吧 那foss等于true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数据会码 如果有user表 我们无条件给它删掉 只要不限制 我们就给它删掉 然后重新创建一个新的 这样我们写foss等true 就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 每次同步的一个限制 然后反过有promise 然后这里面呢 同步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执行这个process exit 就是说我们要把程序给退出出去 不退出的话 这个sync会一直占入进程 需要我们手动退出 这样的话也是表示我们同步成功的一个 我们就打印一下 sync ok 好保存 ok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代码给执行一下 这儿我们也可以写一个auth ok auth arrow ok我们试一下 看会不会报错 sync.js 好的最后输的是sync ok 就说明是同步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的这个结果 auth ok就说明是连接成功对吧 这个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 首先它有执行drop table if exist users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有us这个表 我们就先给它删掉 然后create table users 然后后面像id是不是创建完了 id我说过它会自动创建 对吧 然后它会自动增加 user name也有对吧 password nickname 大家看那个类型是watcher255对吧 然后它还会帮你自动创建一个createdat和uptedat这两个列 就是说在sync.js默认的情况下 它创建的每一个表里面都会把id给你带上 id是自动增加 然后intern类型 然后呢id还是个主件 大家看这儿没有 teramys key id 然后它会再把createdat和uptedat给你加上 这两个都是ditem类型的 当一个数据通过sync.js插入的时候 它会记录这个createdat时间 当一个数据通过sync.js修改的时候 它会记录这个upted的时间 是不是很友好对吧 如果我们自己设计数据库的话 这两个列我们可能有可能还会忽略掉 这样的话 每条记录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 就是相对于是一个一个时间性的的记录吧 这个也很重要对吧 这个数据什么时候被创建的 这个数据什么时候修改的 这个sync.js都帮我们做了 前提是你要通过sync.js 也就是通过我们接下来的这种方式来去送到数据库 好 讲了这么多呢 我们再看一下 点刷新 OK 这儿有uvers表了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select信号fromuvers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表是不是叫uvers 对吧 OK 大家看一下id 然后uvers name 这是大写 n是大写 对吧 就证明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password make name 然后createdat和uptedat 就这几个列 我们再看outtable 我们看一下表结构 表结构里面id也是英特的一型 然后主件不能为空 然后自动动加 对吧 uvers name watcher255 password nickname也是 然后createdat和uptedat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好 先关掉它 回到代码中 我们把这个表件完了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表中 以及这个同步的流程 已经知道了 我们所说的这个数据模型 和这个表的关系 也知道了 它会通过数据模型 同步到表中 然后它还是比较制定的 帮我们创建id 然后我再加注视 会创建createdat和uptedat 自动创建 然后它还帮我们规范了一些数据类型 就防止我们自己去写一些 蓝牙八糟的 不能说不规范嘛 至少是多人之间 可能不会统一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建完一个表之后 我们接下来 再建一些其他的表 就比较简单了 就不用那么详细的讲了 对吧 也顺利平衡的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 也为我们穿建这个外界关联 做了一些很详细的准备 对吧